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啊 我是十分能吃也十分能吃苦的小月 又是打起精神建设家园的一天 我会努力加油的 先去空空和小岛的林园看看 啊 一切都是老样子 啊 感觉一踏入这块地方 呼吸都会变得顺畅起来 之前种下的橡树长大了 让我来好好修剪修剪 不错 现在这样清爽多了 下一步为左传送门做准备 先去做个钻石稿啦 先去商店用石头换一些铁矿石回来 再让这些铁矿做成铁钉 到时候再去商店换些钻石矿回来 啊嘞 还点再绒一些石头呢 等它绒好还得好一会儿呢 嗯 我从这个时间去刷怪塔那边看看 嗯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去塔顶瞧瞧是怎么回事 哎呀呀 真是一个怪都没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难道是因为透光 是我没有封顶的时候那块还没合上吗 嗯 上去瞧一瞧 嗯 这个小角落缺了两块 其他地方都是补得严严实实的 不对啊 问题不出在天花板上 再下去看看 该补的都补上了 没有一丝空缺的地方 到底是哪个缓解掉链子呢 哎呀 我的小脑袋又爆炸了 先去地面呼吸呼吸新鲜工具 混混脑子 哼 我的石头应该融好了 差不多可以去商店换个钻石矿回来了 用钻石矿可以融成钻石 最后锁成钻石稿 用钻石稿可以去挖黑钥石 没错 就是沿江和水一起形成的黑钥石 就是一开始让我投大的黑钥石 现在终于有报仇的机会了 哈哈 把黑钥石挖掉挖掉 这小家伙还真顽强呢 不过再顽强也顽强不过我的钻石矿 哼哼 现在钥石不多 只问你几次我小也从此不幸小 感性大 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现在再去商店买点岩浆筒 到时候多整点黑钥石出来 好了 准备教训 先倒岩浆再倒水 一盔黑钥石 妥妥的出来了 虽然慢了一点 好歹有进展呀 传送门就在眼前 好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咯 字幕志愿者 知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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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ą